练习部分的话,我们就要进到这个 我们后面的重头戏,有关手机的APP如何做设计 那也就是说你们 这个期末 需要有 至少每个同学都要至少设计出一个以上的APP OK,然后以后的话 可以把它装在你自己的手机上面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手机APP设计的这个部分 有一个可能要注意的 如果你是用这个Google的Android的手机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可能用的是 iPhone的话 因为iPhone的那个 它的相关的审核比较麻烦 比较严谨 所以如果你要发布的话 再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可能 会有问题 OK 所以跟各位稍微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刚刚有提到 如果我今天要设计一个APP,并且可以 让我发布出去的话 第一个,我们先需要了解 所谓的HTML 到底它的架构是什么 所以我刚才有请各位 先大概 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呢 要了解什么 叫HTML HTML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 简单讲起来 目前的网页 它就是用这种语言所构成的 这个语言呢 HTML是缩写的 它里面的话其实就是什么 H的话就是Hyper Hypertext Hypertext应该怎么翻译 超文字吗 Hypertext 然后呢 后面的话叫 M的话就是Markout 就标示 Language 标示语言 什么叫标示语言 其实 里面就有很多的Tag 这个Tag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些一些的标示 然后呢 可以让我们把这个内容 做一些变化 所以基本上 这个Tag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以后你会看到 假如说你 比如说像你要写一个网页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假设有这一个 就是 比如说他有一句话叫 这个我的猫 非常的什么 Grapy 这应该什么 非常的敏感 还是什么 然后呢 我如果想要把它格式化成为一个 这个网页的语言的话 那特别主要 头一定是一个 这个小鱼 P 大鱼 这个符号开头 然后后面的话你会发现一定会有对应 他一定是一对的 后面这个标签一定是反斜线 所以一定会有个头一个尾 里面的东西的话就是我们的内容 OK 那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要写一个网页的话 如果我现在不是写App的话 其实最早 我们基本上都会使用像最基本的工具 其实 如果你不用其他的那种 专门设计网页的工具 其实你拿那个记事本 也可以 拿来做那个网页的设计 那只是说你要做网页设计的话 该怎么做 基本上有哪一些架构需要有 第一个的话 我们往下卷动 待待我们 里面的话有一些其他的标签 那你大概知道一下 包含 如果把 把那个 字呢 做强调 比如说里面 有一些什么Strum 可以让他 另外的话 我要放一个图的话 该怎么放 那底下的话 有一个叫图片的一个连结 假设说我今天要放 一张图 在那个 一个网页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他的前面的标签 叫IMG 底下的话 就会有个属性 属性叫SRC SRC就是说 这一张图的路径在哪里 那你给他一个路径 后面这个 ALT这个其实没有没关系 这个ALT只是说 你那个游标放上去要不要显示文字 假如说我今天呢 要放一张图的话 实际上这样就可以 底下的话有像 怎么样去标示 标记的话就是 他里面的话怎么去呈现 那基本上有那个H1到H6 所谓的H 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 他应该叫 标题 标题1到标题6 那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 把那个字 做不同的呈现设计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要写一个网页 大概我们 简单从那个 一个记事本这边来看 所以待会 请各位一样先开启那个记事本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我要做一个简单的网页的话 那当然第1个 它的架构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小于一个大于 1到中间 加一个HTML 如果说我今天呢 是一个网页的话 那有这个开头的话 就会有个结束 你可以把它复制 贴过来 然后 多增加一个 反斜 一个什么 这个斜线 这个斜线的话 应该是 这个 这个应该正斜线 右上到左下 正斜线 左上到右下叫反斜线 好 那你就把它中间隔开 Enter两下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网页的头 跟一个尾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在里面 放一点东西的话 当然一般 在里面会先至少有个body 当然有个head head我们先不要加 body OK 那有个body 身体嘛 body开头 那一个body 结尾 所以你可以在后面再加一个body的结尾 那一样加一个正斜线 然后把它Enter两下 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网页里面有它的身体了 那里面要放什么 假如说我们练习的话 比如说我拿刚刚的这一句话 比如说 这个my cat 这个地方的话 假如说我拿这一 gripy 这个把它放进去的话 比如说我要怎么去标示它 比如这个 那你可以试着 把它这个段落加上去 如果你把它加上去的话 那你会发现 贴上这里来好了 OK 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网页了 我们把它另存新档 另存之后的话 你把它存在桌面好了 桌面的话 我们要 叫做 这个 我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 这个 这个 我的网 叫网页好了 OK 叫第1个网页好了 就这样 OK 然后把它放在桌面上 第1个网页 那特别是存档类型 你就不能把它存成.tst 因为存成.tst的话 它无法显示 那怎么办 记得 请你先把 存档类型 改成 所有的 档案 后面的话 记得 给它副档名叫 点.html html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一定要存档类型 一定要改成所有档案 不要改 点.tst 因为点.tst的话 它就会直接用那个记事本把它打开 可是我现在是希望把它当网页 所以你的副档名一定要加 点html OK 好那这样的话把它儲存档案 存在桌面上 第1个网页 接下来的话 我就 直接把它缩小 然后呢 看到桌面上就会有 刚刚的这个网页出现 第1个网页 你会发现 因为我存成的是 存成什么.html 所以它出现的话 会用Chrome浏览器 也就是说将来 点两下的话 它会直接在浏览器上出现 有没有 它就把那句话 直接就修在这里了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强调什么 在这个网页里面 刚刚那个说明里面 如果我要强调什么 强调这个 猫的敏感 这个 比如说 vary grabby 这个地方我希望把它强调的话 其实你可以再加一个strung 诶 那strung加在哪里 特别说 你可以把strung 复制一下 有没有 头尾嘛 你把它放哪里 比如你把它放在这里 vary grabby 这个地方的话 尾巴的话 一样 把它这个再加一下 有一个头有个尾 所以反斜线 这个正斜线一下 就是把这两个单字 帮我做强调一下 那如果你强调 这个 这句话把它加上这个 标签之后 再把它储存 有没有记事本这边储存 然后再切到刚刚的浏览器这边 把它按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 有没有发现 这个字就变粗体字了 OK 类似有这种效果 那其他的话 当然底下 还有如果你想要再加一张 图档的话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加图档的方式 你只要把那个图放在 比如说某个位置 它可以对应到 那还有其他的话 我们还可以练习 但等一下可以练习加一张图 也许你找一只猫 然后把这个猫的图放过来 再来的话标签文字 如果说我今天要H1 把它变成H1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哪边 P的前面这边 前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H1 那尾巴的部分的话 也是加一个什么 反斜线 正斜线H1 一个头一个尾 那一样把它儲存一下 你会发现 这边再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有没有 它就变成H1 那你想说它H1到H6 你可以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这个把它改2 改3 改4 改5 改6 那分别 把它所有的标题 这边把它改 123 4 5 6 OK 那其他这个里面东西内容 一样 然后这边一样改2 改3 改4 改5 最后 那最后的话 一样把它储存一下 储存之后 再切到浏览器 你把它重新整理就可以了 有没有发现 123 456 就出现了 OK 所以 这个部分 就是背后 当然 也就是说 我们将来 在浏览器上面看到的是长这样 可是它背后的语言是长这样 OK 那也就是说将来我们手手机上面App也是一样 我看到的跟我背后的其实不一样 那我们要学习的其实是背后的东西 那请各位也许 先试试看嘛 我再把重点跟各位回顾一下 OK 应该可以OK吧 试试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记事本打开 二的话呢 记得 上面打html 开头 HTML结尾 然后body 开头 里面的话也许 不一定要打 这一串英文 你可以打别的字都没关系 然后p就是一个段落 到下一个p 前面你可以加 H1 如果你要强调的话 可以用strong 那你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用H1到H6 你可以把它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出现 OK 那 就有同学可能会问说 老师那这个段落跟这个p的话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段落了 如果将来你不要让它怎么样 这个间距这么大 你会看到这个间距 太大了 如果你希望把它 这个跟这个的之间的间距缩小 诶 有没有办法做到 其实各种效果待会再来看 那还有一点 请各位注意 最后另存新档的话 请你把它存在 我是把它放桌面 存档名称叫第1个网页 所有档案 记得这边一定要改成.html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